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反复从中央政策高层会议和各种信息来看 我确实没有找到中国经济要进行改革的信号 所以我在前面的推特里面曾经说中国经济一定要进行改革 因为不改革会有问题 而且一定会进行改革 但是被大家拍 今天我确实看到了一丝希望 这个改革的希望并不是从中国内部传出来的 也不是一种主动式的改革 而是从外部的 是一种被动式的改革 但是是很有可能的 那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协议有可能达成一致 这个达成一致 这是美国川普总统发起的一场 针对中国要进行改变的一个争端 而且他应该是要快达到他的目标了 所以他在他的推特里面发了一个文 专门针对中国 首先说中国做了重大的让步 那么中美之间这个谈判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这就是昨天和前天 周末刘鹤先生的团队和莱特希泽与摩洞卿的团队继续谈的时候 可能达成了某种重要的共识 所以川普总统有这个信心 讲了这么一句话 第二就是说谈判还没结束 还需要继续谈 这就说明双方还有一些分歧 第三 川普总统说 3月1号这个日期他要往回延一眼 给双方谈判的人一点鼓励 让双方完成这个谈判 然后他和习主席在马拉拉哥的庄园里面签这个协议 我想从川普总统的角度来看 他应该很完满地得到了他要的东西 他也很高兴地愿意给中国一个延期 然后让两国关系走向合作的方向 而不是完全对抗的这种方向 所以这一点呢 这就是我认为中国会进行改革的依据 这是被动式的改革 当然它也是改革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我在前期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的改革的这种气派 所以跟我打赌的人呢 你呢 来把你的拽检回去 把你的卷杰给我送上来 这是开玩笑 那么我们说啊 这个协议呢 首先刘鹤先生确实是发力了 也拼命了 因为这件事可非同寻常啊 这个协议很多人把它叫做就是说 如果刘鹤先生签 他有可能是李鸿章第二 这完全是不相干的 或者是这完全是不可类比的 因为刘鹤先生签的这个协议啊 是很多中国人所期盼的 并不完全说是这就是美国人的想法 我们可以在大量的媒体上看 是中国民众欢迎的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刘鹤先生在这个谈的过程中啊 我个人觉得他应该是还是对中国经济本身有比较这个深刻的认识 所以他也愿意呢 引领中国经济啊 做出一些改变 正好借助美国的力量呢 他可以达到这一点的时候呢 他也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所以这一点上呢 刘鹤先生很可能 最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圆满的评价 但是呢 我们说这场改革 或者是这个协议啊 对中国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既然中国已经答应进行这个结构性改革 那就是不单单是一个贸易协议 那就涉及到经济制度 涉及到经济的基础层面上的东西 甚至涉及到这个中国模式的走向 中国社会与计划经济公有制的走向 所以这件事呢 我一直说 一带签订协议 影响比较深远 它等于说 把美国所期盼的这种贸易的这种方式和规则都引入了中国 在中国身上再加接一次 上次WTO的时候啊 加接不太成功 对中国来说是成功的 对美国来说不太成功 没有达成目的 所以川普总统这次呢 汲取了上次的经验教训 在这个贸易协议里面 应该是在后面的这个反馈机制 核查 或者是这种执行监督这方面 也花了很多精力 这就意味着要对中国各方面会有一个冲击 你比如说刘鹤先生 他负责裁判卷入的 首先是商务部 对吧 那涉及到这个贸易这一块 尤其涉及到采购这一块 还涉及到农业部 你涉及到农业采购 中粮 粮食采购 中石油 对吧 石油采购 可能中国叫什么 国家信息 叫什么 工信部 工业信息化部 那么这就涉及到网络安全这一块 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司法体制 你比如说公安执法这一块 法院的判决依据这一块 还涉及到地方政府 对吧 因为中央政府答应了 最后很多实施的地方 地方政府要配合 对吧 上一届WTO没有实施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是 很快就把经贸部给撤销了 然后地方政府就负败了 而且各种协会根本不把协议当回事 就是协议归协议 嘴上喊我们要遵循这个协议的要求 但实际上根本在实施过程中不让外国人参与 所以在这一次我相信这些卷入的部门越来越多 这就一方面增强了刘鹤先生实施的难度 但同时也增强了刘鹤先生在中国经济决策中的权威性 因为刘鹤先生现在看来是像一个职业的这种官员 技术性官员方向发展 他可能不太愿意陷入太多的这种内斗中去 所以他会严格的按照美国之间的协议 来去推动中国的这个市场化进程 所以这一点上我在前面反复说过 这对刘鹤先生是安全的 对整个谈判团队是安全的 因为一旦你这么推下去以后 依据美国的力量 那你很快就可以让一些壁垒打破 尤其是一些利益集团 他轻易不敢在这个时候抵抗或者是捣乱 而且刘鹤先生他有一个推进这个市场的标准 就是中美之间的协议 他不是瞎干 他也不是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或者政治诉求去干 那如果有一个客观标准 它容易引起各方的共识 所以在这个推动过程中也容易很安全地推行下去 所以我在前面的这个节目里面说 如果刘鹤先生能够引入美方的这种核查机制 这种实时体系 这对所有人都是安全的 因为大家是在规则标准之下去玩 而且不容易给他戴一个什么李鸿章第二的这种帽子 这完全是一种民粹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情绪 不排除刘鹤先生现在这个协议将会影响很多人的利益 不排除这些人会攻击 但是我相信这个大事大局大家都看得懂 怎么样是对中国真正的好 对中国经济真正的改革带来好处 那么大家是能看见的 但是这里面也是有麻烦的地方 麻烦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刘鹤先生签的这个协议 他无外乎坚持的原则就是西方认可的这些市场经济原则 他绝对不会是计划经济原则 也不会是军管的原则 这些普世的原则呢 他将在中国现在以官僚体系为导向的这个社会里面要推下去 有难度 有风险 难度在于整个官僚体系都是现有的这个构架的受益者 你要去改变它 你面临的风险就是得罪一大批这个官僚体系 对吧 所以你的风险 你的难度都来自这方面 就是你将可能面临极其空难的局面 或者是这个极其庞大的反抗的力量 尤其这些官僚在中国的这个吸血的体质下 已经吃得饱饱的 肥肥的 然后懒懒的 既想拿钱又不想干活 只想有收益 对吧 然后呢 还不想让你说话 这个体质呢 是越走越坏 而刘鹤先生引入的这个东西就像个照妖镜 引入美式的这种规则 普世的价值观 就像照妖镜 把这些大蜚虫一照 全都是不开入目的东西 那你要怎么办 你是要把它灭掉呢 你还是要把它改变了呢 对吧 你要把一头羊改变成一头羊 这是容易的 你要把一头猪改变成一头羊 这是不容易的 这就涉及到刘鹤先生回到中国之后 可能面临着一场严重的这种考验 就是怎么样推行这个改革 怎么样推行中美之间达成的协议 这是极其凶险的 可以说也会引起这个渲染大波 这里面需要找一个很好的接口进去 对吧 你如果先刚回到处宣传 然后组织官员学习 然后请大家提高的执行意识 然后监督 这样的话十有八九就要流传 又要走老路 为什么呢 这些人听不进去你讲的话了 对吧 在利益面前 谁听你讲呢 美国人讲的也不爱听 只不过可能是达成了这个协议 刚开始来应付一下 对吧 就像WTO一样 刚开始应付一下 到处学习 各级部门组织办培训班收钱 到最后大家爱怎么玩怎么玩 所以如果找不到好的窃口进去 那么刘鹤先生启动的这场基于中美协议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可能会夭折 那从哪里进去比较好呢 我后面会专门分析一下 我个人认为是要从大规模的裁员开始 通过裁员来切掉这些大肥虫 同时也威慑这些反抗力量 也净化中国政府的内部的连接程度和效率 实际上是市场化体制 你就是要放权 你把这些人不切掉 不放权 不有一个自由的体制 这些人在市场上就是跟你捣乱的 对内就跟刘鹤先生捣乱 对外跟美国人捣乱 最后把你发起的这场协议给你废掉 多少年以后 刘鹤先生这可真变成了 李红尝第二了 对不对 那么在这帮坏人面前 他能把你塑造成李红尝第二 如果他还掌握着媒体的力量 所以这是当然是个好事 推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 同时也是危险的 不仅仅是对刘鹤先生威胁的 是对改革派都是威胁的 所以我们谨慎地乐观 但是刘鹤先生也不是傻瓜 他当然也知道了 对不对 后面还有人呢 还有李中堂呢 对吧 这个市场派有一个帮手 李中堂 貌似还是他的上级 他是不是能不能拐着 我也不知道 在上面还有大长老 对不对 大掌柜的 那这个呢 跟刘鹤先生关系不错 据说刘鹤先生也能说上话 那有可能刘鹤先生能够说服 但是也不一定 这个里面有点有难度在什么地方呢 那说服老大的人多啊 周边都是江湖 那把老大一会搞晕了 对不对 光刘鹤先生一个脑子清醒的也不行啊 对吧 你看这个老大最近几期的发言 这些发言呢 这就不好说 整体来说充满着保守主义 集权 控制 命令 都是灰烟的这种色彩 根本没有改革的迹象 所以刘鹤先生要去说服 要扭转呢 我估计刘鹤先生还要跟这个老大身边的 其他的这种谋士 其他的这种智库要搏斗 尤其像胡安康同学那种 类似那种力量 还有胡锡进同学这种忽悠啊 还有那个什么砸美国人的天天 这种不好说啊 跟这些人还有搏斗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虽然看到了希望 但是你一定要看到风险 中国现在经济利益调节不是那么容易的 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形势都很兴奋 你看这个前两天大家抬的比较多的 CCTV上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跑去认罪去了 你说这是华天下之大吉啊 对吧 这个法官认完罪以后 有一个机构做了一个调查 说CCTV和这个王法官之间你相信谁 我看了一眼 大约100%的人都说我相信王法官 我相信CCTV是骗人的 对吧 那不相信CCTV就意味着不相信这个 政法委的这个结论啊 对不对 相信了这个王法官 更相信这个崔永元 对吧 那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塔西托陷阱啊 就是老百姓根本对你政府说什么都不相信了 虽然你在电视认罪然后发动各种媒体啊 就是一家媒体嘛 都是党一家媒体嘛 然后宣传说人民群众对这个调查是满意的 这个谎言是打不掉人民群众的智慧的 所以这个政府的这个信用没有了 这个塔西托陷阱啊 这是非常麻烦的事儿 政府的信用没有了 那中美直接签了这个协议 那你怎么实施呢 那你重建政府信用啊 对不对 所以这里面一个协议会带来多少变化 会带来多少的这种这个反思啊 对吧 政府本来你看这个政法委做的这个报告 完全是一副这个强权的这种嘴脸 就是你爱信不信 你不信也得信 可是中美达成的协议啊 双方是以契约精神去建立起来的 美方的文化是尊重契约精神 那你公然去破合契约精神 那是没法做下去的 没法玩下去的 所以刘鹤先生你要是这个协议实施下去吗 那你要在中国社会建立契约精神的 但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左右的 这就是难点啊 对不对 你要改变很多东西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有哪些可能改变的 就是中美之间的协议 完全是美方主导啊 中方那个这个应对 如果双方达成一致 它有几大原则啊 一定是涵盖在里面的 这些原则呢 在WTO的时候 美国人就跟中国人说过 应该这么玩 中国人一方面呢 不太理解 为什么呢 你不是基督教信仰的这种文化 你没信仰 你就没有契约精神 对吧 也没有多少法治精神啊 这个政府呢 只能靠政府的这个强权去推进啊 对吧 如果政府自己在那打架 老虎在那打架呢 那谁还理你呢 下面来小喽喽 各摘各的果子 跟我不理你 对吧 我们看这个协议呢 有可能有两个基本的原则 第一个叫非歧视性原则 这是就涉及到 下一步中国经济你怎么动 你跟美国签了这个协议 你又是WTO的成员 那么你跟日本跟加拿大跟欧盟跟澳洲 那这个原则适用不适用 还是只适用于美国身上 那根据WTO的精神 你是要有非歧视性原则的 你是要给其他国家的 但我相信这个事呢 刘鹤先生他们在谈判过程中 应该是已经处理了 或者是已经预设到 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第二个呢 就是叫国民待遇原则 就是你给中国企业什么待遇 你就得给我美国企业什么待遇 根据WTO的这个非歧视性原则 那你给其他国家也要这个待遇 这就是说这个市场 你是要公平对待的 国民待遇这一块 这是个原则 你再搞那个什么PPP 你再搞什么地方招标 你把这个外国人都踢到外面去 或者你搞这种市场的这种垄断 市场的这种壁垒 给外国人牛肉什么农产品 不行了 对吧 所以这方面呢 涉及到这个对中国市场进行改变 再比如说它有一个公平贸易原则 这个公平贸易原则呢 就主要指的是你不要补贴 不当补贴 因为在西方看来 补贴就是不公平竞争 只要有补贴的地方呢 就会损害其他未补贴的这个企业的利益 所以它应该坚持的是公平贸易 那么尤其是中国对国营企业的补贴这一块 美国人咬得很紧 那应该是这个原则还是要实施的 再比如说这个保护知识产权 就是知识产权 你保护我保护你 相互保护 那么这方面呢 当然主要还是怎么保护美国的这个知识产权问题 你不偷也不能抢 你得付钱 就像高通授权一样的 你得付钱 这样的话呢 这个是美国人要的比较多的 就是海的比较多的 就是网络这一块 就在这个保护知识产权 这些原则下可能会处理 那么根据国民待遇的 那你给中国的民营企业给不给这个待遇 应该给 就是给国营企业的 不是给美国企业的 肯定给国营企业 但是也应该给民营企业 就是国民待遇 非歧视性 虽然这个不是指的是民营企业 但是从经济发展的逻辑来说 公平性来说 你给美国人的也应该定民营企业 所以民营企业有可能是搭给送风车 再比如说这个市场种入这一块 就是关于市场种入 公平开放市场 那么这一块应该双方在约定 就是在哪些领域 原来叫的比较多的是汽车 石油 天然气 那么电信有没有 这次要看一下 电信和电信的增值服务有没有 或者有个时间表 这是有可能的 再还有一个金融市场 金融市场呢 一个是你怎么开放 第二个呢 好像美国人很在意中国这个倒是印钱 大规模印钱就受不了 大规模印钱这个货币泛滥 然后洪水向全世界溢出 这个实际上就是大规模印钞导致 如果人民币贬值的话 那么中国的产品又会向全世界倾销 那么这美国人这次我还提出来 不要再印钱了 不是叫不要印钱 说不要再贬值了 人民币不需贬值 人民币不贬值怎么办呢 那你得拿美元印扛啊 有那么多美元吗 这可能是个问题 这就要求你央行完全不能再印钞了 而且你可能还要回收货币 做一些市场操作 这个呢 我估计双方有约定 这比如说在美国要求的公平的 透明的这种市场 然后呢 要可核查 可核查这一块呢 应该是双方约定啊 怎么样建立一套机制 包括机构 来处理这个有关的争议 这个可核查应该是比WTO的那个机制啊 这个协商机制要严厉的多 美国人可能在这个地方留下那个大棒子 就是说一旦你在什么程度我就会启动 特别301或者启动其他的这个关税惩罚措施 所以对中国来说呢 我个人觉得这个可核查机制的引入啊 是刘鹤先生要积极抓住的一种力量 就靠着这种力量 能够打破或者冲破利益集团的这种给你挖的坑 如果你没有这个力量 你单纯靠国内同志给你的支持 这同志都是不可靠的 关键时候卖你的都是你的同志啊 我看还不如美国人可靠 并不是说美国人川普都伟大 因为美国人有契约精神 有信仰 有契约精神 有法治 所以这种美国人你做的不好 你还可以到美国去告他 对不对 美国有这个机制啊 中国你敢告吗 连法官都抓起来了 都放到CCTV去了 对吧 所以中国的团队应该善于利用这个机制 就是中美这个核查机制 把他怎么延伸到中国市场这个操作中去 然后能够促进中国的这个市场的转变 变成自己的力量 依据美国的这种权威性啊 或者美国的这种力量 威慑你的反对派 威慑给你挖坑这些人 然后呢 让这个中美协议能够推行下去 如果这样的话呢 应该是所有人啊 大部分人都会受惠 受益 受益 首先就是这个贸易谈判团队也会受益 跟美国的这个谈判也是一场生动的这个国际贸易课 我相信培养前这批人啊 以后会得到重用 不像上次WTO以后 台湾以后把那帮人呢 都发配到那个山沟沟里面去 塞了 这不对的 这个裁判下的这些人呢 应该得到重用 对吧 因为他是熟知美国的这种机制和文化的 同时呢 这个中国现在内部的市场要内生性的改革 可能性很小了 而且你改不好会引发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者 这是要小心应对的 那么借助美国的这种力量呢 也能应对这两股这个反对势力 尤其是这个民粹主义 有数呢 你看着很伤心 这些人明明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 但反而呢 表现得非常的革命 就好像把美国人干倒啊 自己又得到了多大的利益一样的 实际上呢 这个民粹主义者是可怜人 受害者 输赢都是受害者 他都是被利用的这个工具 还有一个通过这个协议啊 刘鹤先生的团队要注意到 就是说这实际上很好的给中国政府各级官员 进行普制价值教育的一次好机会 除过那些懒人大飞充 你不想要了 你把他裁掉 那么剩下的呢 应该依据这个机会啊 进行这个领导力这方面的提升 国际贸易规则 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 法治与自由精神的体现 市场经济 自由竞争 这方面的这个精神的落实啊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 所以这次呢 如果说中国的谈判团队 能够把对外的谈判变成对内的一次培训 或者一次这种教学 这对中国经济发展是有好处的 这也减少跟美国以后的这种各种摩擦啊 当然现在也要看到一个难点 就是中国现在的这个执政团队啊 大部分是红文兵和知青那批人 文化水平比较低 国际事业比较弱 而且又蛮横 不讲道理 不在乎别人怎么考虑 就跟这次政法委调查 这个什么文化法官的事一样 对吧 显得比较蛮横 专横 不讲道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要花更多的精力去培训他们 但实际上我觉得更多的是应该让这批人更快的过去 让新人上来 这才是 就是让在健康环境下成长那批人起来 不要在这种变态的环境下成长的 这种虐待中或者受虐待这种氛围里面成长起来的这种人呢 掌控这个国家经济 他就是完蛋 他虐待人为取向 这企业家怎么受得了呢 对不对 还没等虐待他 他就跑掉了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依据美国的这种力量 打碎这个统治经济学的这个特色 或者这种架构 既有计划经济 又有市场经济 既雄租又变现 对吧 到处都是命令 到处都是管制 到处都是党领导一切 那么美国人要的是公平 透明 法治 自由 平等 那你这不是冲突了吗 对不对 这就涉及到 我认为这一块冲突可能是未来最严重的冲突 就是实施美国协议 将碰上的最严重的这种冲突 就是跟现有中国的这个管理体系 党文化 党领导一切的这种风格会有冲突 那这个我相信不是刘鹤先生一个人能够解决的 这是整个改革派团队和中国的保守力量的一次博弈 一次较量 这里面当然老大的态度也很重要 其他的力量也很重要 这就涉及到刘鹤先生怎么样很艺术的去推进 但我相信这个事毕竟万里长征开了个好头 如果说这个协议如果签署 对世界经济 对中国经济 对美国经济都有好处 当然对中国来说 有个正痛 首先你付出了很多钱 其次你要变革 对不对 那么这就需要有比较良好的实施这方面的规划 能够面对这个中国经济里面比较让人诟病的一块 或者比较让人不放心的这一块 因为一旦谈崩的话 中国经济我看立马就会回到军管和计划经济时代去 现在这个风险降低了 但是这个种子还在 这就是在中国的经济改革派要在未来的这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安排里面 怎么样能够从根子上能够改变这个国家的经济走向 当然这涉及到政治改革 这是后话 我们以后再谈 今天就谈这么多 谢谢大家